在太阳下晒个狗 让坏心尽被挽救 梦想不再犹豫这时候 我要为自己加油 Love 是一种天赋的念头 不理直却能够把人所有 乖了 不预告就发作像感冒 又怕冷又想我 背脱头马车踏迁着走 恨不尽是怕了或是受折磨 胸口冷眼已不再忍受 我要放自己自由 在太阳下晒个狗 Oh 让坏心尽被挽救 梦想不再犹豫这时候 我要为自己加油 Oh 怎么爱都不成熟 Oh 怎么逃都躲不过 我们至少可以做做梦 飞向更远的天空 在太阳下晒个狗 Oh 让坏心尽被挽救 梦想不再犹豫这时候 我要为自己加油 Oh 怎么爱都不成熟 Oh 怎么逃都躲不过 我们至少可以做做梦 飞向更远的天空 让爱自由 我要爱自由 杜经理 你来了 我们项目的大学生听到你们管理培训生的项目都特别感兴趣 今天你们可要做重点发言 让我们市场部的发言好了 我做补充 您总这么低调可不行 李经理呢 他怎么还没来啊 他还没来吗 PVT还在他那里 会不会堵车了 我给你打个电话 怎么样 我们这几个发言 第三个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李坤过来的吗 这是李经理吗 这位是我们市场总监陈工先生 陈总 欢迎欢迎 PVT带来了吗 不需要 我直接说就行 陈总 今天您的演讲太精彩了 确实有点不太切题吧 我们的项目才说了两三句 都快成为市场营销的讲座了 那没关系 对学生来说 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以后呢 还希望陈总多多 跟同学们交流 乖奖了 到时候就看我们 杜金里怎么安排了 里边忙 不要送我们了 谢谢 你不是一直认为公益活动 是浪费时间吗 今天怎么突然 又大驾光明了呢 你不是说李坤需要帮助吗 我来帮她分分忧 随你怎么说吧 不过我劝你 最好还是先想好 下次人家请你的时候 你用什么借口推进 当饭点了 有点饿 要不要一起吃东西 不好意思 我现在正在学习 职业的工作态度 下班以后呢 尽量跟同事接触 晚上有约了 没想到你放下的 比我想象的要快 上班见 喂 冷酱 有空吗 一起吃饭 还来 还来 我就知道你得迟到 赶紧换衣服吧 不是说讲座吗 怎么还要练习啊 那你练吧 我赶紧去找找迟到 不是 我 过来 拉拉 你上次不是说要发泄一下吗 这个课程最适合你了 可是我今天真的特别累 我就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下 你看你 用工作麻痹自己 这样最不健康了 好不容易帮你报个名 人家还有没有限制呢 你俩怎么还不进去 马上开始了 好 用紧张吧 走吧 吸气 慢慢地呼出 均匀地呼吸 再次聆听你内心的声音 呼气 很好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呢 我们是倾诉和聆听的时间 大家可以踊跃地发言 我们不做任何的评价 只负责倾听就好了 谁先开始啊 我 有话要说 最近 总有一些情绪 让我一直很不安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 太没有安全感了吧 别人都说很羡慕我 走得狗屎运了 嫁那么好 但后来 发现自己好像除了嫁得好以外 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 现在 我老公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跟他的距离 就越来越远 每天晚上回到家 电话都说不上几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 才能追上他的脚步了 就算我穿得再漂亮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就这么多了 我知道生活是没有捷径的嘛 很多问题 你要靠很努力才可以去解决 不是在这儿 老师你给我开个药方 我喝下去就能好 说出来心里舒服多了 真的 谢谢大家 你能想开就好 来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 还有谁想发言 要不我们把这个时间给他吧 陈总 在这个时候请我喝咖啡 不是只有喝咖啡这么简单吧 我一直认为你是个聪明人 你很信任我 没想到 我有看错人的时候 你什么意思 自从你来DB 我可是一直忙前忙后的 我手里那点关系 哪个没有介绍给你啊 你以为你做的这些事情 我都会不记得 对 那我可不知道 反正评估的时候 我就是没有李坤高 评估呢只是用来定公司基数的 我承认有很多因素没有设计进去 这些因素恰恰又是你擅长的 不过这些都是在灰色范围内 我没法摊开给财务部看 那我就白干了 这就是我说你不信任我的原因 我这个人从来不会让我的手下很吃亏 陈总 对不起 今天是我不懂事 这事还拿到HR去 我 没关系 磨合嘛 总归需要一个过程 这事我会去HR那边几是清楚的 对了 陈总 我表姐夫那边一直在组织业内评奖 正在缺少一个市场赞助机构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不错 推荐一下吧 戴拉 感觉怎么样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那么有勇气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说说自己心里的恐惧 一开始我也不敢说呀 反正谁都不认识谁 现在说出来 心里好说多 反正这儿啊 还有好几个课程呢 你有空就过来吧 看你 连治疗师都看出来 你心里压抑好久了 你这么憋下去会出事的 有些事情 我说出来反而轻松一些吧 我认识的杜拉拉可不是一个 爱逃避的人哪 可是那么多事情都变了 我也不可能一点都不变吧 杜拉拉 你怎么在这儿 董七 好久不见哪 我刚练完瑜伽 先走了 再见 你们俩慢聊 你们俩慢聊 他怎么能来这儿送你家 你要是也想来 我可以推荐也不会 这儿的死怕也不错 那就太感谢你了 好 你好 董卿找路易斯做什么 说是要拿回投诉资料 你不在 所以就直接去找路易斯了 陈锋还真是有办法 一顿饭就解决了 董卿已经撤回了投诉材料 也对于我们的评估系统 表示没有意义 这次的问题 你解决得非常圆满 这不是我的功劳 主要功劳在于陈总 陈锋来了公司不久 他能这么配合就很不容易 最近这两次 你的表现都非常突出 也许 我们一开始对你的判断 你应该也听见了吧 给我表哥吧 等一会儿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你不是说要等到季末 才有机会吗 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这是其他部门的 跟咱们没关系 为什么其他部门有 而我们没有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 一定要让我拖到季末呢 达达 你不要刚做了两件 靠谱的事 就非嚷嚷着要升职 我觉得你状态不太稳定 我也是为你负责 在观察你段时间 好 好了 陈总让你过去吧 陈总 董卿已经找过路易斯了 谢谢你啊 董卿本来是要 投诉你们评估系统的 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 路易斯没有给你有什么表示 就说了一通打气的话呗 当A2的老板还真是轻松啊 只要画个柄就可以了 我听说你自己也是刺激 没有想办法争取一下吗 我可没有像你这么大方的老板 我也争取了 争取了好几次 不过都没有什么反应 我倒是很好奇 你是怎么摆平董卿的 他不像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 我带过这么多的下属 其实最容易管理的 就是图钱的 那最难的呢 就是像你这样 我这样是什么呀 怪人 工作很拼命啊 但是闹不清楚 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钱 职位 心理满足感 要不就是打发时间 我看你好像都有点 那像我这种怪下属 老板应该怎么对付 给你空间 然后躲远点 所以路易斯 他一直不给我升级 话不能这么说 所有的老板都不愿意 给下属升级 这是需要涨工资的 不过你这个人也有问题 你顾虑的东西太多了 你的这些顾虑的因素 容易互相牵制 而且你很容易得到 替代性满足感 比如你跟你老板聊天 他突然间夸了你一通 你啪了一下脑子一热 你就忘了升职加薪这回事了 所以你最好事先搞清楚 你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再表现得尽人皆知 看来我是得好好地反思一下了 我接个电话 谢谢你给我上课 好久没联系了 什么事啊 就是 拉拉 听说你最近日子不太好过呀 想不想动动啊 你是听谁说的 你居然才是个四级 也太不公平了 你要是有心走啊 我手头有好几个五百强的 都有适合你的职位 我是不会被人家一年就走的 不过你要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我也可以考虑一下 好 那这么着 回头邮件联系吧 好 准备联谋高就啊 是他打给我的 杜拉拉 你刚刚拖着我们的部门 接受了管理培训生 可别奔倒而废 你放心 我不会这么轻易 离开DB的 你刚才说得对 我现在就去找路易斯 要申请表哥 升不到六级 我还不走呢 他这次输得比你想象得更惨 这次法国之情 他一直在找机会 所以这个工作 对我非常重要了 你这未婚妻怎么当的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真的不清楚吗 王伟情况复杂 他不签婚签协议 我们这个婚就不结 我不想随随便便找一个工作 你不知道我吗 再等半年不行吗 你是怕我走了 再不回来了 还是怕我跑的呀 我看他是被你家的高利贷逼走的 我儿子是个要强的孩子 当时为什么我不把他留在北京 如果不来上海 他就不会认识你 这些倒霉的事情 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有些事情我一直不愿意提 只要我不提的话 他就可能不是真的 但是我最爱的那个人 他真的离开我了 本来我们是准备结婚的 一切都在准备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可是后来他生意失败 婚礼就退迟了 我送他走的那天 我就有一种预感 我真的觉得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没想到 我的愿意是真的 我的愿意是真的 可是你最让我难过的 并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個人 我真是没有想到 都没有想到 你的愿意就是 一切都很难回来 对 很多事 你们能够解决 会不会的 为什么 我们也没有想到 我不能够 努力 谢谢你啊 硬是托我来上这些课 前两天就觉得你不对 跟个刺猬一样 一碰就扎 今天听你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 我也去放心了 前几天真是你个臭脾气 肯定得罪了很多人 不过现在想想呢 大家也应该都是好心 你真的觉得 王伟跟别的女人跑了 在我心里呢 其实我相信她是爱我的 只不过她就这么突然走了 在我脑子里确实留下了太多的问题 没有解决 所以遇到苏菲的事情呢 我仿佛就像抓到了一个答案 我也真的害怕自己 怎么一直追问下去 最终把自己也逼疯了 不 我觉得这个王伟 他不是一个会变心的人呀 你们两个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他 人都不见了 那些事情还重要吗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真打算帮她 我呢 是属于那种极度的乐观主义者 不论怎么样啊 我在心里都会有那么 一点点的小希望 不过在脑子里我会告诉自己 就当那个人 回家回来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跟王伟好好的怎么就 怎么就突然结束了呢 不是结束 是不了了之 我记得你说过 想要一个小型的婚礼 你能做我的新娘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你还记不记得 我第一次给你到这儿来的情节 是不是因为我当时穿得特别美 然后夸插一下就给你镇住了 林老师小孩似的啊 我要不给你理会你就生我气了 给你变个魔术 给你变个魔术 蒸眼睛 这项链是我专门给你挑 漂亮了吧 这项链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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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不会疼 若爱你被惯恐 那些能被怀念的回忆都是痛 我要勇敢 我要勇敢 这项链 这是我和项链一块儿买的 本来像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你 谁想到你现在恨假的 恨到这个份上呢 我去音乐 快要勇敢 交给我号码 如果还能再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 顿候的哪一个人还在不在 如果还能再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 承诺会等的人还在不在 我明明不想不想太勇敢 留一点哭去的离去给我好吗 如果寻找记忆里最放不下的对白 也许是不见不散 你说的不见不散 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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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丽 麻烦帮我买这个快递了 好 谢谢 麦克 姬姬 今天怎么才这么早 你让我做的那个数据没做完 所以提前来补补课 别着急 那个下午才交呢 我这两天是不是有点吓人 今天心情怎么样 挺好的 你心情好我就放心了 我工作也要努力哦 你这两天的效率平时要高出很多呢 我知道了 这是我的生机申请 还有市场部事件的总结 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这么快就做好总结了 看来你还真是一门心思想升级啊 我只是争取我自己应得的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那什么问题也没有 不过你要再等一个月了 下个月你那些培训生才过来 到时候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提前也做个心理准备 到时候不知道是成功 还是一塌糊涂呢 有人成天等着看笑话 我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了 陈凤 东京那件事 还多亏你极其解决 应该多亏了你们过门的杜拉拉 如果没有她 我也不会那么快解决 拉拉最近的表现 的确很出色 挺勤怀也挺主动 怪不得有别的公司 就跟她跑来干蓝枝了呢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两个部门一直在合作 我也很希望你能留住她 我听说最近有很多公司 在跟她接下 她有点动心龙 毕竟啊 在迪迪做了这么多年 即便一直这么低 世人多想换换换换家 不会吧 拉拉是我的销工作者 而且呢 我已经答应她 在季度末重新聘务 她应该不会轻易离开的 你是不是要硬了吗 再加上有人悄悄编故 很难讲她不会动心 我也就是道听途说 随便说说 没准这不是那么回事呢 董老二爷 喂 您好 我是DB人力资源部杜拉拉 路易斯 你找我有事 市场部投诉之后 我也在重新思考 我们的评估系统 是不是有一些欠缺 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 我在考虑加入一些复杂因素 有些隐心工作 确实需要重新考虑 我需要做些什么吗 拉拉 我们在讨论的是你的问题 我知道你一直对于评级 不太满意 最近 我也觉得你的工作能力 明显高于四级员工 谢谢您的肯定 我已经向王红提交过升级申请 我的升级目标是六级 我知道幅度有些大 但是 我同意你的自我评估 会通知王红准备资料 是说 你同意我升级六级 这不是你一直争取的吗 刚才我刚和王红讨论过 他说这个月根本就没有名额 现在 为什么又给我晋升了呢 我觉得你的考察期 可以结束了 也希望你的能力得到应有的尊重 但是您说过 您非常不喜欢破格精神 拉拉 你真是很喜欢破格问题 你的升级是早晚的事 那你就不必对其他的机会 犹豫不决了 不是吗 路易斯 你是不是听说了些什么 那些并不重要 我只是想让您明白 公司对你十分看重 谢谢你 我不会轻易离开DB的 但是对于破格晋升 我需要重新考虑 你还要考虑 因为我得确定 我是受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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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曹总 是问我是总经 今天晚上也没有别的约会了 可是我们提前都约好了的 好吧好吧 那我们改天再约 他们改期了 真是的 我前天昨天 两天都打过好几次电话 确定今天的时间 好吧 改天 都已经出来了 要不然我们一起晚饭 这个附近新开那家把餐 听说味道很不错 难得今天不用应酬 我还是回家吃吧 你会自己做饭 偶尔 想不到你这么优秀的男人 还会做饭 人家说男人做的饭 比女人做的饭香 知道我什么时候 能有幸去查一下你的手 川总 等一下 您是要出去吗 好 应酬取消了 你有什么事吗 明天说也可以 明天说也可以 董金现在正准备回家呢 有事先再说吧 我明天上午不在 那 你们俩聊 我打扰了 拜拜 路上小心点啊 我问你 你到底跟路易斯说什么了 我们今天下午开了个会 说了挺多的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他突然又说可以给我升到六级了 让我不要对别的机会动心 你是不是跟他们说 赵东平给我打电话了 我说的有这么直接吗 我只是跟他说啊 他不懂得欣赏你不代表别人不懂 你看 你想到他还真是挺怕你走的 准备怎么谢谢我 我最讨厌公司政治 你摆弄自己手下的人还不够吗 你干吗要来干涉我 干涉我 我帮了你个大忙 让你快点得到你想要的 有什么不好 可是我自从来了迪比别人 就说我是靠别人排上去 我不想走结极 我想靠我自己能力升到六级 事实上你升到六级就行了 你管他有什么方法呢 我不是那种为了目的 要不择手段的人 我靠 喂 爸 怎么了 你慢慢说 我妈怎么了 好好好 我马上回来 怎么了 是我妈心口疼 我得赶紧回去 我送你吧 走 不用了 大事 走吧 还塞自己 吧她欣imaan 抱歉 我去开始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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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给你哭 텃裙小一点 こ backed up 你妈心脏病发作了 我给她吃了救星丸 可就不顶用啊 我跟你妈说了多少遍 叫她别吵我 别吵我 她就是不听啊这个 什么时候叫救护车 该到了吧 她是谁呀 她是我同事她要审问 她送我回来的 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了 到现在没来 这种事等不了 这样 叔叔 我有个朋友 在附近开了一家私人医院 很近 我们就去她那儿 好不好 好 来 快 妈妈 别着急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来 别拖了 走 慢点啊 扶你去 那个爸 我回来的时候太着急了 你记得带钱啊 我去举钱去 我一会儿就来 那阿姨 慢点啊 慢点 完了 肯定是半家的人 在装东西 怎么办呀 妈 什么情况 阿姨 我给你 小二阿姨 小心 快点 老婆 坚持啊 阿姨 等一下啊 抓清楚啊 没事 阿姨 阿姨 走啊 来 没事啊 哈姨 我歇会儿 来 你还行吗 行 好 我是专业登山队的 走了 停住啊 来 来 四川 你好点忙 叫立佛马上到医院了 危险 送病院进去 快 快 走 走 给 来 好 走 笑什么 从认识你到现在 我还第一次看你这样 要是给公司的人看见呢 估计就没有人子叫你 封印尽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妈还在里边做信念图呢 你还有心情损我啊你 不是损你 今天真的要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的话 我妈不会这么快被送到医院 今天呢你是充分地发挥了 人道主义精神 来 小林 没事吧 医生 我妈情况怎么样了 放心吧 你妈性念图情况一切正常 估计啊是由于情绪不稳定而引起的 不过我建议呢 你还是留院观察 一晚上比较安全 对对对 好 谢谢您啊 不客气 陈锋 你弄成这样子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我真快认不出你来了 擅自要试试 谢谢 这次啊 多亏是拉拉的同事 拉拉 你得好好歇歇人情 知道了 拉拉 这次住院费多少啊 妈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啊 妈 你上次混过去啊 也是承风送给医院 这次妈妈呀 也幸亏她 你呀 去请人家吃个饭 好好地谢谢人家 陈锋 这么热心 是不是准丈母娘啊 胡说 为同事 我还不了解你嘛 你是那么热心的人嘛 在外面漂了那么久了 她这次回上海 的确应该结束下来了啊 我说了没什么就是没什么 你妈妈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黎医生 还有那个住院费该多少就多少 不用打折的 不用跟我客气了 我啊先承风一个人情 这次啊就当还她了 我还有病人 先走了啊 扇子 来 你这个朋友可真够意思的 回头得好好谢谢她 你刚说的是欠我一个人情 要谢 先谢我 你还真不客气 这边想到你会这么帮我 之前可没少给我吃苦头 工作归工作啊 今天就是我恰好碰上了 属于一般性人道主义援助 就承认你跟正常人一样 有那么一点点同情心 就那么难吗 那咱就这么算 你在丽江的时候帮过我 我还你个人情 那你上次已经送我来医院一次了 要这样说的话 那我还欠你一次了 别别别 那咱别说什么欠不欠的 反正我帮你也没什么好处 你要说这个我还没跟你说 升职的事呢 哥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我只是轻轻地点拨你老板一下 你就可以少奋斗一年 有什么不好 路易斯本来就不满意 我走上逢线路 非正常提拔 我现在好不容易愿意 塌下心来 从一点一地的做起 你这样一来我不还是 非正常提拔吗 怎么就叫非正常 怎么就叫不非正常 我罢你啊 你得好好地学学这个职场的 这个技巧 你那是技巧吗 那分明又是小伎俩 也太不光明磊落了吧 光明磊落 做生意人不都是这样吗 那也有些人不那样 也能获得成功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你这个人愚蠢愚昧 死不悔改 我死不悔改 你瞒不讲理 行 我请你吃饭 还不想欠你人情呢 好 我吃 但是你最好把你那个嘴闭上 烦你 梅先生小姐你们好 请问要点点什么 你点吧 这里金枪鱼腹和神户牛肉 应该都有 帝王蟹 红毛蟹和长脚蟹 那你更好吃啊 先生帝王蟹比较好吃 三文鱼是北欧的还是日本的 先生 三文鱼是北欧的 我们现在换了工作商 直接请瑞典几个货 好 小油烂面 一套糙 拿来 你妈虽然说你好巧 但是背得我有点饿过劲 这个吃饭清淡的 你也来一碗吧 小油烂面 一套糙 好的 先生 我点完了 我现在没上的了 其实你用不着这么节约的 你要是这样的话 就算我带起你十顿饭 也还不了你这个人情 虽然咱们是做生意的 但是我不给你算计 我就是想安安静静地吃顿饭 你真不打算让我说话了 不是不让你说话 是不想谈工作 我来到上海这么久 每天除了应酬还是应酬 我都不知道 跟普通人一样 吃个饭是什么感觉了 难道你在上海 就连一个能这样吃吃饭 聊聊天的朋友都没有吗 那我们俩这顿饭 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吃啊 你确定不再点些别的了吗 拉面挺好的 我以前在日本出差的时候啊 这一下子班 我就跑到了小拉面馆 就在那个吧在旁边吃一碗 小拉面非常棒 谁找我出去应酬我就不去 你这个人真的很不合群耶 那他们去唱歌啊泡巴什么的 你都不去吗 我去了他们好像也不自在了 没必要装样子 就是你这样生活 你不觉得太累了吗 什么累 你说我做事的规矩 我不觉得啊 你比如说日本人做事 他们多小的一件事情 他们都给你淋漓尽致地做到极致 很多人都会觉得没必要 或者是不近人情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 我们做事情 一时一二时二 我们做好自己该做的 人情是另外一方面 笑什么 你看你刚刚说了不贪工作 自己最后又扯到工作上了 这就是我这人的毛病 就只会贪工作 我好像是个工作狂 生活已经如此艰辛 我得纠正一下 真的是梅斯特完美 对自己要求可真够高了 来 吃个拉面了 来来来来 吃个拉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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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的 有 拉拉 你没事吧 昨天晚上电脑都没有关 卡也没有打 昨天家里有些急事 别忘了 放心吧 我都帮你处理了 谢谢啊 今天第一批管理培训生到岗 一会儿办好手续以后 直接带到会议室就好 好的 没问题 拉拉 走 走 你妈妈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挺好的 谢谢你啊 医院那边要是有什么要求 跟我说啊 拉拉 陈总怎么知道的 好啦 下班啦 好啦 下班啦 好吧 就会来了 陈总怎么知道的 那对待你呢 一起看 个人呢 我都带到你了 你了 我都带到你了 那对哪儿 很多年都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